454647 停格了 但就这边都是紧任的 等于说他用手动全刹车 去处理现在泰鲁格 他在往前走的状态 好,D125就出任何隧道 允许的速度是130 所以我们的列车 都按规定的在行驶 这张图 我觉得这个资料 说明了很多事情 特别重要的 我们去看紧急刹车 它的时间点092844 我们泰鲁格的司机 跟他的助理司机员 在092844的话 出现了 从TCMS 出现了一个Full Call 然后呢 092844是不是代表他一出任何隧道 就发现不见得 所以那个我们还要在后续把它去对照 接下来呢 各位看得到 454647 停格了 但就这边都是紧任的 等于说他用手动全刹车 去处理现在泰鲁格 他在往前走的一个状态 好,另外各位可以去看 125就出任何隧道 好,用125 允许的速度是130 所以我们的列车都按规定的在行驶 这个是代表才刚开始刹车 不是 ATP开始产生错误讯号 那代表什么 有一些系统坏掉了 他开始有一些系统坏掉了 那代表他前面已经开始产生刹车了 所以这个不是刹车的开始点 所以千万各位不要去把它解释 我们的司机员去刹车 只有2844到17 No, before that 这个是我们从系统的了解 可以跟各位报告的部分 我们会继续更精确的解读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TCM的系统 是由日历Hitachi那边的 原厂提供的 它现在提供出来的软体 比较粗略的 所以我们正在要 更进阶版的软体 所以到时候 我们整个 这个调查事故的 事实资料的时候 我们下次再呈现的话 会更完整 所以今天因为大家非常关切 所以我们就不等到 那些精确的方向出来 马上先呈现给大家 所以这个数字 各位可以参考